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赛尔维亚天王开局六胜六负的糟糕战绩 一度让人以为他就此沉沦 但正所谓谷底反弹 跌得越低 就弹得越高 德约科雷奇后半年强势的成绩 也宣告了他的强势回归 去年温网出局后 德约科雷奇退出了剩下的所有赛事 进入2018赛季 德约复出单战绩却十分不好 奥网完败于正选 印第安维尔斯和迈阿密连续两战大失赛首轮出局 十年来第一次遭遇三连败 排名也跌出前十五 时好时坏的手肘更是制约着他的发挥 尽管在红土赛季有过一些回暖的迹象 罗马半决赛布迪纳达尔似乎在情理之中 但网网八强在一场赛前员们一边倒 觉得没有悬念的比赛中 匪夷所思的输给此前从未拿到大满贯胜利的切基纳托 连续输掉比赛 郁闷的塞尔维亚人 甚至一度有退役的念头 一个月后的全英俱乐部 此前并不是夺冠大热的德约连续击败锦之规 纳达尔和安德森后 时隔三年再夺温网南丹冠军 也是个人第十三座大满贯冠军奖杯 在费纳今年统治松动的情况下 德约的及时回归 捍卫了巨头们的荣誉之等 之后就是大家熟悉的故事 德约科维奇越来越是不可挡 在新兴 纳提大师赛完成了梦寐以求 并且是无前例的金大师荣誉 毫无疑问 连续的冠军 让德约的信心再次提升到了一个境界 让他可以更加自信 避免对梅网的挑战 梅网或许不是德约科维奇的福利 此前七次决赛有五次输球 但此番面对德尔波特罗 德约让人们看到了他巅峰时的影子 密不透风的防守 加上犀利的反击 即使用了一个半小时才拿下第二盘 也没有让这位31岁的球王就此松懈 本场比赛 德尔波特罗已经没有太多犯错的时候 但在比他更好的德约面前 只能无奈曲曲刺习 颁奖礼之前 德约走到了德尔波特罗的座椅旁 从背后紧紧抱住了坐在椅子上的德尔波特罗 在他耳边安慰这位好友 让阿根廷人忍不住眼泪之流 这成为今天颁奖礼前最暖心的一幕 有时候你会输 有时候你会赢 但是大家的爱和冠军奖杯同样重要 而现在的我已经拥有了一座爱的奖杯 德尔波特罗在赛后动容地说 而德约的冠军感言更是充满正能量 经历了一段长久的低潮期和手术康复期后 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家人团队的支持更显得弥足珍贵 是大家的爱与支持 让我重新回到了这里 在低潮期 我学习到更多的东西 让我更加珍惜 所得到的关爱和支持 并且再次重新找回赢球的能量 第三次拿下美朗后 德约也继2011 2015 2016年后 在 度在一个赛季夺得两个大满冠 也追凭桑普拉斯的十四冠 成为大满冠历史第三人 对此 德约也在赛后对这位传奇名宿表达了敬意 大方称赞他是自己的偶像 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 德约就焕然一新强势回归 重新成为男子网谈的中流砥柱 而与当今第一纳达尔也只有一千多分的差距 重回世界第一也许 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事了 Frank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觉知识 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